Celephant出道前衡的滿滿爭議 成員過去黑力池 招狂抖術 班K不吃話不能不說 小編話很多忙中來插播 Hype 旗下職公司Soul Music 推出六人心女團的Celephant 其中埃茲恩出身的公協校良 金彩媛 也是成員之一 比防彈支付稱號的房詩賀還一起合照 並在社群上發文歡迎 但該團還未出道前衡就備受關注 整條公開第二位成員金嘉蘭時 接著招報成霸凌同學 和人品附加等爭議 近日公司釋出的預稿影片 也招來不少風波 趕緊來看邊這次的介紹吧 公協校良除了待過日本女團 2018年也曾以埃茲問成員出道 限定團體解散後好久不見的差案 除了與Hype 旗下簽約 更加入5月將出道的新女團 其他小櫻花會帶來不一樣面貌 精彩員與公協校良都成為埃茲問成員 之前團體內就是活潑可愛的形象 在最新釋出的預告片當中 新形象與過往大不相同也成話題 在隊內擔任隊長的職務 曾以Pretty節犧牲的身份 參加produce48的徐允珍 很可惜會被選上出道主 消失了幾年 終於傳來新境況 我希望改變代表業 終身一夜童年時期 就是芭蕾舞者 為了舞蹈前往荷蘭留學時 背景彈挖掘 可以看到優美舞蹈線條 展現出與別人不同的優雅氣質 金嘉蘭出道預告照公開不久 京城外貌就獲不少關注 但卻馬上被爆冷品行為附加 霸凌同學而引起外界華蘭 還有吃生活混亂 抽菸喝酒漾漾來等黑曆時 Hype公司發布聲明澄清 稱這是一場有預謀的詆毀行動 並稱金嘉蘭才是校園霸凌中的受害者 紅恩彩曾參加過J.Y.P.Credis的練習生試鏡 見為Show Music旗下的練習生 在預告片中多種穿衣風格 見出不同面貌 2006年生的她是組合的盲寧 Hype Show Music共同推出的Let's Elephant 他們在還未出道前 都已經惹上不守爭議風波 從公布成員開始 金嘉蘭就招滿滿黑曆時 網上出現霸凌者卻能出道等聲音 公司出面硬起來澄清 卻不見狀況好轉 韓國大批網友紛紛留言抵制 卻換掉金嘉蘭 藍二隊長金才園的預告影片 被爆以Rap and Undone這首歌有相似元素 包括深出藍色舌頭、棒棒糖 還有在加油站跳舞等等 陷入潮汐爭議 而公司釋出的預告照 更是一台馬聲不斷 網紅這樣賣弄性感 何況安排內還有未成年 藍二團體的預告影片 也被外界覺得服裝過於暴露 好的邊就先介紹到這邊 雖然X-Elefant還未出道 就引來蠻多爭議 但這個主行二邊相信 也有不少人期待他們出道後表現 也祝福他們之後出道能更順利 詳編話很多 下次見囉 打得休息新聞 多謝報導